我记得好像才不久 有做这个护魔法会 也是真巴拉的 那时候讲这个 大部分财神都是天王 四大天王 那他们所住的 都是很好的地方 像黄金所建的 像白云所建的宫殿 黄金所建的宫殿 白云所建的宫殿 另外还有水晶所建的宫殿 另外还有七真八宝所建的宫殿 那么四天王首付四个州 在以前这个中国的传说里面 就有四大部州 其实佛教也是讲到四大部州 也就是东圣神州 最有名的这个孙悟空 就是东圣神州 这个发火山 水帘洞 这个石猴所转发的孙悟空 就住在东圣神州 他不是住在南胆部州 南方就属于南胆部州 南胆部州是属于 差不多整个地球的部分 都属于南胆部州 另外还有北济炉州 北济炉州 还有犀牛鹤州 犀牛鹤州 就南胆部州 大概是属于我们人类 四天晚晚四个州 是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四天王呢 他有 你在这个 通书上面 香港人不叫通书 叫通圣 香港人怕输 他就是要以 香港人比较喜欢赌钱 赌 这个赌马 这个打牌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吃饭以前先打麻将的 只有在香港看过 香港看过 吃饭以前他们先打牌 打牌跟吃饭连在一起 台湾的餐馆 没有一家说是 先打麻将再吃饭 从来没有 那么香港是有 现在还有吗 有 有 对 对 比较马将 这个 那么 这个南胆部州的人 属于南胆部州的人 他们虽然也这个 他习性比较重 但是 也是喜欢佛法 喜欢佛法 其他的几个州啊 东圣神州啊 西牛鹤 和北 和北 巨 如 州啊 都是比较 比南胆部州还好一点 他们的境界还好一点 比较快乐一些 那么人间呢 他不过苦跟乐是参半 刚好是一半 那么四天王管四个州 都是 在这个 通圣里面 他有记载 四天王寻寻日 我讲过 有记载这个日子 就是在历书里面 哪一天是属于四天王寻寻日 也就是在考察 人间的人的 善跟恶 这个日子 然后由他们决定 通报给这个 道立天 三十三天 道立天的中央 是一个天 其他东南西北 各八天 四八三十二 加上中间的道立天 三十三的王 也就是等于是大王 三十三天的大王 那他们决定 应该四伏给众生 还是降灾阳给众生 由人的心 那么跟天心 天人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但是天 可以赐给人 福分 跟灾难 都是由天来做主 好像 有一些不能改变 地水 火 轰 的灾难 地震 水灾 火灾 轰 灾 他们经常在 这个 这个整个地球上都有的 都有这些灾难 那人心好的话 人的心好的话 天就欢喜 降福给人 人心不好的话 天就愤怒 降灾给人 根据这个 以前我学佛 大部分都是 有这个音源 那么最近呢 就觉得人心 不是很好 这个人的心 都变了 那不只是人 甚至家庭 还有家族 国家 民主 这些心 都是变化的 心都是在变化之中 那你想想看 现在整个地球上的状况 有些地方真的是 这个降灾的 有些地方 虽然有福 但是也是昙花一现 有福分 但是也是昙花一现 灾难比较多一点 这就是因为人心本身 集合起来的一种业力 产生的一个天的那一种业报 一种业报 一种共业产生 那这个像皇财神 曾巴拉 他是似乎给佛教的 所有佛教徒 能够得到这个福分 也能够增加这个智慧 福分跟智慧 是在一起的 你有智慧 自然就会造福 你没有智慧 自然会造业 产生了种种种的这种现象出来 那么我们佛教徒就能够因为佛菩萨诸天的保护 能够这个国泰民安 人人比较有福气 希望这个曾巴拉我们修行 这个曾巴拉的时候 希望他伺福给我们每一个人 给我们一点这个资粮 给我们资粮 给我们这个资粮记足 知会增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资粮记足了以后 就要做更多的布施 给所有的众生 这样子才是好的